大學的時候就讀文學院 開頭當然想找相關科目去做 因為機緣的制語 就得知補程有實習計劃 就不如去試試吧 參加理財策劃的實習 令我有很多機會接觸不同的人 了解不同的領域 我發現正正這就是我想從事的事業 初初做理財顧問的時候 爸爸是反對的 因為他曾經在買保險的時候 有不愉快的經歷 所以他寧願跟人說我失業 都不想讓人知道 我其實是做理財顧問 正正因為爸爸對理財顧問有成見 我就決定用行動 去證明給他看我對客戶的專業和熱誠 當他見到我獲得越來越多客戶的信任 和經常被邀請出席公司和業界的活動 甚至成為新人的導師 他就開始放心 願意去認同和支持我 現在我成立了自己的團隊聚焰 我會無私地將自己擅長的事和團隊分享 務求協助他們都可以像我一樣 成為一個全面和專業的理財顧問 令他們可以向身邊的人證明自己的能力 我希望不是單單是我一個人進步 而是團隊每一個人都一起進步 相信只要在一個正確的位置 每一個人都可以發光發亮 我希望你最愛的 我希望你願意圖 表現來越來越多客背景 你決定不到 你決定到三個月 你讓你們